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着重按推 耳后原始点 延伸点 睁骨下炎 找到原始痛点 再根据患者就说成多 由轻极重 一天多次按推 按推后 保持原始点处温敷 而为了解决口腔内的溃疡 我们需要 一 补充内外热源 应采用口含浓浆姜汤和在患处喷洒干姜粉的方法 少量多次 并尽可能保持患处和头部原始点24小时温敷 二 在患处附近寻找痛点 可以用拳痛指节处 在脸部 牙印处按推寻找 患者可以自行操作 饮食方面 避免寒凉的水果 冰饮 多吃清淡温热性的饮食 并不可让头部受凉 患者同时需要加强锻炼 保证热能充足 心情放松 积极 这个志工回答的蛮好的 那牙印瘤 我们先来谈 瘤就是我们疾病与衰老度的谈 瘤代表是一个异常形态 那瘤本身它既非症也非状 它没有症跟状 那我们从诊断来看 它不应该是属于疾病范畴 那我们原始点把它归为瘤 把它归为衰老败坏的现象 那另外提的溃疡还有痛 这个志工回答的很好 就是这痛是属于症的不适感 那溃疡就是属于组织受属 属于状的部分 那所以症跟状都有 那志工也回答怎么处理 我们来看下面 下一页好 那第一个 姐姐痛 痛多属他处体伤 所以一定要按推 那如果是状的组织受损呢 是不是也状的组织受损 多属患 避属患处体伤 所致啦 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目视即可分辨 那按推是要按推原始痛点 就是按推患处痛点 其实症跟状一开始都要按推原始痛点 也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那症因为多属他处体伤 他按了大开关头部原始痛点之后 症就可以解除了 那至于肿瘤的部分 当然他不会立刻消 按大开关一般没有那么快啊 所以不可能立即改善 所以这一部分就属患处体伤 包括组织受损 会痒也是 不可能一按就能够解决 那患处体伤的部分 才进一步在患处周围 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整个治疗的程序是这样 所以按推一定不管症与状 都是要先按推大开关 也就是原始痛点 然后无效的按推 没有立即有效的 才进一步在找患处周围 的压痛点来处理 这是我第一个补充 那第二个补充的 也是在第一段 上一页我们让 他这里按按推 一天多这些都没有问题 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我看一下 下一页好 他这里讲溃疡的地方 他有提应采用口含溶浆汤 而患处外晒干姜粉的方法 少量多次 并保持患者头部 举延时点 24小时温敷 这里答得非常好 因为第一个 因为组织受损 我们说若有窗口 那我们是只能用浆汤 也就是溶浆汤来清洗 清洗窗口 那所以他这个志工认为 应该采用口含溶浆汤 这个就完全正确了 那在患处 喷洒干姜粉的方法 至少在患处这里就有一点疑问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是在组织受损 它已经有窗口的话 那我们现在是都不再采取 喷洒姜粉或涂姜粉泥 这一类就尽量就不要再用了 那因为如果考虑到组织受损 是可以直接用浆姜汤 那至于姜粉可以涂在 也就是因为它是牙龈会痒 你可以涂在脸部 这来保持整个脸部的温暖 那这个可以 所以这一点在讲解上 我进一步把它做这样的厘清 其他的让患者保持24小时 这些都是对的 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这其他的部分都讲得很好 饮食方面也顾虑到 也告诉患者 哪些不能吃的 那一定要以温热性 这些都有提到 那情绪啦 那这些也都有讲到 那其他的回答得非常好 所以我其他的就没有再补充了 好 这一个案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